那師尊 那剛好今天是這個二月十四十四號情人節 那這個當然大家總是會想到情人節 就想到這個愛情這件事情 那現在這個全世界的人類呢 對於這個愛這件事情 等於是一個共同的課題和追求 那你說過這個世界上無依不是佛法 那請問師尊愛情如何是佛法呢 難道眾生渴望愛情追求愛情是錯的事嗎 還是說這個愛情跟佛法這兩個要怎麼樣堅固 其實愛情是自然的 而且是你的身上就會有 我們人本身的身體裡面 它本身就是原來有一種欺望 也是一種欺望 那麼愛情 這個我記得這個毛澤東講的 講了一句話 大概不是真的毛澤東講的吧 是後人附會的也不一定啦 那所謂愛情 就是上床 沒有 他是很直接啦 這個人寫的笑話很直接 愛情 就是上床 男女交朋友 就是上床 沒有第二句話 很簡單啦 愛情就是上床 這是欺望 那個還有呢 那個所謂什麼戰爭 不要談什麼戰爭 勝利就是一定要勝 他講的都是很直接的 戰爭 所謂愛情就是上床 好啦 既然這樣子呢 那人有愛情算是罪惡嗎 不算是罪惡 本來就是人本身的欺望 沒有愛情沒有上床 哪裡有你有我 這怎麼能夠算罪惡呢 對不對 我是從哪裡出生的 是我父親愛我母親 兩個人 上身法才會有我 對不對 你不能罵上身法 因為上身法也是生孩子的方法 對不對 沒有父母哪裡會有你 你們自己想想嘛 對不對 人的欺望都會有 師尊唯一的心跳會加速 就是因為師尊看到沒你 我心跳會加速 我講過了 我什麼都不胖 我這一生啊什麼都不胖 胖的就是老虎 小和尚下山 師父教拜他 山下有很多老虎 你不要去看他 老虎會咬你的 結果小和尚下來 山下不久 以後這個回到山下 他說師父問他 你下山以後看啊 結果你最愛什麼 他最愛老虎啊 他最愛老虎啊 只是老和尚也是一樣 他不敢下山 乾脆在山裡面不看 這就修行啦 不會受污染啦 這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愛情 不是罪惡是遺忘 那麼當然 師尊也有經歷過很多段的這個愛情 很多段 我的一生當中 年輕的時候 然後個子雖然矮 而是長得也滿瀟灑的 他說寫文章啊 我寫文章啊 那麼寫文章的時候啊 就很多的這個讀者仰慕我 騎著腳踏車到我家的這個油桶 就可以信就放進去 有的甚至到我家 客廳一坐不走的 都不走 一直到晚上 爸爸媽媽說要睡覺了 怎麼他還不走 所以我去跟他講說 你也要睡覺吧 你應該回去睡覺了 他才走了 真的被愛到這種程度嗎 都有的 那麼愛情是 本來就是一種遺忘 跟毛澤東講的也是一樣 最後就是 也是有上床的這種遺忘 這個就是 但是我們希望啊 這個愛是真正的愛 而不是欺騙的愛 在情人節的時候 我們講的是真愛 而不是屬於欺騙的愛 好像我誠一時的遺忘 並不是真實 所以在情人節的時候 我們祝福這個 有情人終成見所 謝謝 所以說追求愛情其實 並不是一個罪惡 它只是我們與生俱來的一個欲望 而且我覺得今天能夠 來到創作館的同門地址上的法師 大家都非常的有福分 因為在這個一般人都選擇 和情人相聚的日子 我們選擇來這裡聽師尊的開始 我覺得師尊是我們的最佳情人 不過我告訴大家 我不屬於同性戀 我不屬於同性戀 因為我身上的這個雄性的和蒙 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不屬於同性戀 所以我們要真愛 而不是欺騙的愛 不是欺騙的愛 愛都要真實比較好 那個是比較有真實 那麼其實愛情也是可以 所以在修行人來講也是可以有轉化 也是有轉化的 所謂真正的愛 並不一定要怎麼樣 那是屬於心靈上的 互相幫助 互相同行 是 那是屬於心靈上的 也有這樣子的愛 心靈上的愛 所以其實愛情不見得是男女之間 親人 朋友 這些都可以也生出來 甚至對這個世界 大家就是互相幫助 互相支持 對 所以真正的愛 在盧士頓的女中 是這樣子 心跟心相許 心心相許 心跟心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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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心相應 不為之子 都是 我知道的 你知道的 便不一定要怎麼樣 而且把它昇華 昇華 變成一個 好像是互相幫助修行的盜伴 是 非常非常享受的 所以希望你們有所謂的 我們都希望你們能夠 身邊有這樣一個盜伴 當然朋友也是大家互相心心相許 然後在修行的路上互相提心 還有時間嗎 還有一題 好 還有時間的話 我再講一個 我的愛情觀 好 請師生 謝謝 師生的愛情是這樣子 從來不勉強 勉強別人 我從不勉強別人 如果你的對方 你的對方 才有另外的人愛他 而且愛得非常真實 而且可以給對方幸福 我們 像我來講 我就要祝福他 而不是去傷害他 如果是我愛的人 如果是我愛的人 他有比更 有人更愛他 而且可以給他幸福 師尊會祝福他 也就是說 我可以犧牲 讓他跟他去結婚 你知道這個意思嗎 師尊的心跟一般人 世俗人的心不一樣 世俗人的心是這樣子 愛就是佔有 不是 愛是一種祝福 我希望你更好 你能夠跟你所愛的人 更幸福的話 我祝福你 愛是一種祝福 而不是一種傷害 這就是我愛的 哪裡有這樣子的 你看那個電視新聞出來的 這是 諸果不如啊 你愛他 就把他佔有 然後他如果要離你而去 或者是說別人愛他 有三角關係存在 或者怎麼樣 他拿著刀子就做了 他拿著槍也做了 這是傷害他也做了 這哪是愛情 這是糞蛋 哪是愛情 這是根本不懂的愛 我是這樣子的 師尊的愛情觀真的是跟一般人不同 師尊說愛不是佔有 不是傷害 而是一種祝福 今天這個機會 要讓他更好就是愛 對不對 他能夠更好 我們就祝福他 他願意跟你 你也不用一直把他推開 也不用 就是 把彼此之間有真實的愛 這個才是 這個才是愛 哪有愛是殺來殺去的 哇 現在的人不知道怎麼回事啊 人腦筋都有問題啊 對 現在很多腦筋都有問題 所以我們真的很需要 需要師尊 再多多的寫很多的文集 讓我們 能夠從當中 才知道 如何去實現真正的愛 如何才是真正的修行之路 我們非常非常謝謝師尊 今天給我們這麼多的開示 那當然 師尊說的今天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這些東西其實 很重要的還是我們有跟對了師父 所以我們真活弟子真的非常的幸運 在茫茫人海當中 都跟著師尊一起修行 這是我們最大最大的正愛 也是 我們所得到的最好的祝福 對 所以我們非常謝謝師尊今天 謝謝 謝謝大家 有幫助我們今天跟你們的祝福 謝謝